另外带你看到吉安乡长游淑珍 年节前夕特别前往东区老人之家 关心涉及在乡内的25位长者 除了闲话家常也致赠每人600元贺捷礼金 更加码赠送客制化的吉安专属龙年纪念金币 祈求长者们在新的一年都能富贵安康 农历春节就快到了 吉安乡长游淑珍特别前往东区老人之家 关心涉及在吉安乡内的25位长者 彼此除了闲话家常分享故事 乡长也致赠每人600元的贺捷礼金 让长辈们都超开心 心情太高兴了 我们老人之家由乡长来拜访 我们也心情很高兴 这些长辈平常都非常期待外界能够来互动交流 期待外界的关怀 今天非常荣幸吉安乡公所乡长 有乡长带领同仁来到我们东牢 慰问长辈 吉安乡公所到未来关心25位居住在这儿的老人家 希望他们的每一天 尽是能够放松心情的来过好每一天 在我们吉安乡推出的是许多的社会的老人福利 以及饮法乐活的福利 虽然他们居住在这儿 但是我们还是要牵起关怀的力量 在过去年带来满满家人的爱 跟我们所有乡亲的祝福 游书贞表示虽然这些长者居住在老人之家 但还是希望能牵起友善关怀能量 密切与单位携手共购社会福利 营造饮法族乐活的生活环境 而最后他也加码赠送客制化吉安专属 农年纪念金币 祈求老大人们在新的一年都能富贵安康 记者徐立琴华林士报道